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 享受前所未有的迷人景象 青山绿水 与盛开的油菜花相应乘去 这里是中国东部安徽省宝山村一个迷人的旅游圣地 20公顷的油菜花依山而种 漫山遍野 茫茫一片金黄的景象 吸引了许多外来游客 到了周末 小山村的自然美景 一天可吸引一千多个游客 大多数来自邻近省份和地区 比如浙江 江苏等 津津游菜园 云雾缭绕 游客被这里的田园景色深深迷住 一道河流流向被群山环绕的山村 使这里一年四季水分充足 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该村近年来开始发展旅游业 许多曾经在城市工作的当地年轻人回到了村庄 在这里开设一些手工作坊 并售卖旅游纪念品 生意也是相当火爆 到目前为止 该村每年可接待六万多个游客 旅游业收入超过了130亿印尼顿 村民的人均收入每年增加1300万印尼顿 该村计划改善道路等基础设施 浙江省京华市享有中国白桃之香的美誉 这个时候桃树开花 适逢桃花节 每天新的游客超过了万人 不止一个品种 这里种植的桃树有30种之多 游客可以在3月欣赏桃花 并在6月至11月采摘红桃和白桃 航拍镜头里的这一种片花花草草 以前曾经是当地最大的养殖场 该村近十年来关停养殖场 并开始开发绿色旅游经济 以改善生态环境 这里还开设农业科技园区 专门进行育种工作 目前正在进行12个项目 农业科技园区里共有56种桃和柑橘树苗 包括了从美国和日本引进的品种 那里生产的柑橘已消往安徽 江西等地 今华市发展了完整的水果生产链 当地村民的收入也明显提高 大爱新闻综合报导 过了春天 在中国各地的蔬菜生产会持续减少 农民开始种植夏季和秋季的蔬菜 而销售几乎都面临了缺货 中国各地的蔬菜生产基地和农产品市集 正在不断发展规模 通过采用创新技术来扩大生产 并确保蔬菜的供应 三月中旬可以说是中国蔬菜生产和销售淡季 农民这个时候开始种植夏秋蔬菜 因此市场几乎处于缺货状态 而中国南部蔬菜供应的主要基地 广东省清远市以及绍关市 今年迎来大丰收 田间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 通过扩大种植面积 加快种植以及收割速度 提升整体生产能力 并且缩短供应周期 位于江苏省东部的淮安市 也是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 为了确保蔬菜稳定供应 该市与当地农民进行了协调 将蔬菜分批投放市场 他们还采取其他措施 比如种植新的蔬菜品种 在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努力推动下 北方七省以及南方三省的蔬菜产量 大幅提升 同时也为整体蔬菜种植面积的增长 做出了实际贡献 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53万公顷的菜园 此数目高于去年的同期水平 中国各地的蔬菜生产基地 扩大生产能力 以此来保障淡季蔬菜供应不断档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带您走入蒙古这个国家 蒙古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余量也非常少 蒙古30%的老百姓靠畜牧为生 可是这几年 蒙古面对非常极端的气候考验 又是沙尘暴又是大雪 人类的生计就面对了挑战 阳光照耀的白日 突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了大片沙尘 蓝天渐渐暗了下来 远方沙尘很快地扑天盖地而来 将天空染红 沙尘暴出现的两大条件 沙园和抢风 春季的蒙古全都具备 而不断增加的土地退化和沙漠化面积 更增强了沙尘暴发生的频率 沙尘暴发生的计划 沙尘暴发生的计划 漫天黄沙也让牲畜缺少食物的来源 蒙古一半人口从事畜牧野 2018年普查 牲畜量多达6600万头 比人多出了20多倍 创下历年新高 蒙古草原虽然看起来辽阔 但是有超过6000万只的牲畜 在牲畜上吃草 炎热的夏季降雨减少 草长不出来 牲畜获取食物的来源 正在快速消失 这对夫妻从小在这里长大 眼见草木葱龙的富牢之地 已经不在 夏季干旱 为了要让牲畜在冬季 有足够的牧草可吃 每到夏天 他们必须带着牲畜 到600公里远准备牧草 否则到了冬天 饲料耗尽 购买牧草会是一大负担 夏季干旱 冬季暴风雪 带来最直接的损失 就是牧草短缺 牲畜死亡 饲养牲畜是蒙古 35%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 但一场白灾 让许多原本拥有 上百只牲畜的牧民 财产瞬间归零 好的 以上是我们今天 印尼真善美的所有新闻内容 我是洪江伟 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 baik pemirsa sekian informasi dalam Bahasa Mandarin hari ini kita kembali ke Studio 1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